一名穿着西装的男子戴着眼镜 样貌斯文 一进到银楼就直接巧迷 要买结婚黄金套组 接着又要翡翠戒指 东条西选一共20多万元的商品 趁着老板娘转身蹲下拿包装盒时 男子鬼鬼碎碎靠近展示柜 那个空档5秒钟 去窃取了一个黄金手镯 然后就马上又靠近我了 他是走到对面这个柜子 我们刚好那天没有上锁 短短5秒钟 男子顺利偷走一个价值 6万元的黄金手镯 接下来男子骗老板娘 现金不够要出去拿钱 开门后却一去不回 老板娘这才惊觉大事不妙 赶紧掉监视器 报警抓人 没想到他会左右游走 而且他都几秒钟的时间 会让你没有办法去留意到他 他非常非常的老手跟专业 其他银楼同业认出 9号这名小偷也曾在彰化 一家银楼以相同手法偷金式得逞 当时后头还有其他客人 他大胆的攀上展示柜伸长手 直接偷走近视 同业者有受害 他也是穿同一套衣服 然后背着鞋背包这样子 然后同样的服装完全都没有换 男子说话有广东腔 业者怀疑是大陆男子 以自由行名义来台犯案 赶紧利用通讯软体 强力发送窃贼特征 提醒同业小心这个快手黄金贼 解中部综合报道